随着以色列对加萨走廊进行最新一轮空袭 出现的影像显示 以色列空军IAF除了动用以摧毁特定目标而闻名的精灵炸弹 Smart Bomb外 还可能使用会对更大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非导引炸弹 据欧亚时报Dear Asian Times 18日报道 以色列空军公开的照片和影片显示 犹如好几位军事观察家和专家先前所指出的 他们在用非导引炸弹 英国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Russie空战专家布朗克Justin Brunk便指出 这非导引炸弹是1950年代据说用在韩战中的M117 还有人在社群媒体X上说 以色列是用每支MK84重型非导引炸弹来空袭加萨 据说这些炸弹都能武装以色列F16C 并空袭人口稠密的加萨造成重大死伤 由于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和MOS突袭以色列 发动空前攻击导致当地至少1400人丧生 而以军随即全面反击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甚至指控 以国空军违反人权 在平民聚居区动用了白铃弹 在不到两个星期内 就夺去加萨超过2800条人命 而部分军事观察家认为 以色列是取法俄军在攻击乌克兰出七 用非导引炸弹轰炸乌克兰住宅区的做法 此外 军事观察家说 非导引炸弹和联合直弓弹药JDAM不同 无论内外都没有导引系统 它们通常可能会因为天气 风 角度和其他环境因素 而影响落掉的位置 一旦错失目标 就可能导致许多平民丧生 回顾2022年4月时 莫斯科九宫乌克兰南部的 马利波Mariapol不下 前翠展开地毯轰炸 当时俄罗斯出动图TRM轰炸机 首度飞入乌克兰领空 向死守的乌克兰部队投下非导引炸弹 而西方情报机构那时就注意到 由于俄军的精准导引炸弹和飞弹消耗得很快 因此很可能用了老旧的非导引炸弹 英国国防部便说 俄罗斯持续靠非导引炸弹攻击 大增平民的死伤风险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工程师在X上说 用非导引炸弹在开阔的战场用来对付敌军很有用 但是在城市内 就有必要用靠全球定位系统GPS导引的联合直弓弹药 还有靠雷射导引的铺路型Paveway导引炸弹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